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言语光》电视节目《范迪刚》连线 我是钱路琳,Jan 我是梁乐燕,Rodney 首先祝各位观众,新春快乐,煮重满日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煮内平安 是的,Jan,新年当然要慶祝了 但是为你来说,有什么日子是特别深刻和加以慶祝的呢? Rodney,这样的日子有很多吧? 比如家人的生日或者是纪念日 但是你好像忘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 是什么呢? 就是你接受信仰,让天主进入你的生命当日 领受圣洗圣事的日子了 对呀,为什么我会忘了提到自己领洗的日期呢? 很少有人会庆祝这个日子的哦 很多教会内的兄弟姐妹都不时会忘记了自己这个重要的日子 正因如此,教宗方济阁就在去年的9月11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当中 信问我们有多少人记得自己的领洗日期 他还强调领洗日期是持母教会生育我们的日期 我们不能在实验室里成为基督信徒 我们也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成为基督信徒 信仰是一份礼物 是天主藉着教会并在教会内赐给我们的恩宠 在洗礼中,那一个是天主给予我们生命的时刻 就如同母亲一样生育了我们 教宗更给我们一份家庭作业 就是要回家仔细尋找我们的领洗日期 要好好庆祝,为这个恩宠感谢上主 对呀,我们的教宗真是一个好爸爸 他在2014年1月8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 再次提醒我们必须牢记灵洗的日子 他说,不知道灵洗的日子 就会忘却上主在我们身上施展作为的记忆 失去我们所领受恩宠的记忆 结果只将灵洗视为过去发生的一件事 甚至不出于我们的意愿而是父母的意愿 因此灵洗对目前不再有任何的影响 面对这种现象,教宗呼吁 我们必须唤起对圣洗圣事的记忆 可是唤起这记忆有用吗? 为追随基督,度基督徒生活 圣洗圣事真的是有需要吗? 这些都是教宗站在信仰犹豫不决的人的角度 所提出的问题 教宗回答就说 圣洗圣事并非流于形式 它是深深触及我们生命的举动 一个领过洗或者未领洗的儿童并非一回事 一个领过洗或者未领洗的人也不一样 我们藉着圣洗进入取之不进 用之不揭的生命传缘 这个传缘就是耶稣的死亡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爱的举动 藉着这个爱,我们能够到新生命 不再受邪恶,罪过和死亡的支配 以与天主和弟兄姊妹们共用 教宗方几个用圣保禄的话解释说 领受洗礼就是穿上基督成为新人 尽管我们有限而且脆弱 但是同时我们也是新希望的传递人 这是毕生走上救恩道路的希望 这希望没有一个人能熄灭 因为希望不叫人失望 借着圣洗,我们能宽恕 也能爱冒犯伤害我们的人 我们能够在最弱小的人和穷人身上 认出耶稣的面容 在教会历史上,始终是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复习 一个一个地传下去,形成一条长链 这是一连串的恩宠,是做教会儿女的行为 是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一个一个地传下去 教宗方几个就立即以身作则 就在1月12日主寿洗日 教宗在西斯丁小堂为32名婴孩付洗的时候 要求父母将信仰传递给这些婴孩 这个也是父母能够留给子女最好的遗产 当日由教宗方几个施洗的婴孩里面 共有18名女婴,14名男婴 这个也是他第一次以百多六计成人的身份 为婴孩施洗 教宗还对父母们说 你们是信仰的传递者 有责任将信仰传给这些孩子 你们能留给他们最美的遗产就是信仰 只有这一个 今天你们该把这思想带回家 我们应当传递信仰 你们想想这一点 要常常思索如何把信仰传递给孩子 今天你们的孩子要领洗 但若干年之后 变成他们的孩子或孙子也要领洗 这就是信仰的常恋 教宗在讲道中还指出 耶稣没必要受洗 但是早期的神学家解释 耶稣因其肉身和神性 在受洗时祝福了所有的水 使之成为有洗礼作用的水 因此耶稣升天之前 要求我们走遍世界给人复洗 从那一天起 这就成了一条老不可破的常恋 世代传承 这些婴孩也是这条常恋中的一环 教宗方济各在去年的11月26日 发出的宗座劝语 福音的喜乐里面 一开始就写 福音的喜乐 充满与耶稣相遇的人心 及整个生命 真正感受到福音的喜乐 就是由领受一刻开始 我们要如何将这份喜乐 带给身边的人 在劝语中 教宗充心呼吁所有领受圣洗的人 要以新的激情和动力 将耶稣的爱 将耶稣建立友谊的喜乐 和美好传给他人 基督信徒 蒙照造席 圣神行动传福音的人 在基督徒的口中 必须重新响起初传 或宣扬天主救恩的话 也就是耶稣基督爱你 为救你 而舍弃自己的生命 现在 祂每日都活在你的身边 为光照你 兼顾你 使你获得自由 我们要让教会 成为先知性的声音 能够大胆说话 也都能够逆流而上 没错啦 基督信徒接受了 圣喜圣事这份礼物 这个招教 我们就要将天主的喜训 传遍普世 达至地籍 在教会中 有不少传播福音的榜样 他们历尽艰辛 将天主的话语 教会的训导 带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也直达中华大地 而当中的表表者之一 我们不能不感谢首任中座驻华代表 江恒毅书记 1922年 教廷成立驻华中座代表 他就是首任代表 他召开了全国教务会议 制定中国天主教会发展的站身蓝图 其后更亲自率领六位的中国籍神父 前往罗马 在教宗碧乐十一世的手中 领受主教的圣跌 全世界教会挂木相代 带领中华全教事业 跨进历史性的新世代 我们也有幸请来一位 与江恒毅书记 及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史 有亲身经历的人 来到本台作访问 就在较早之前 我就采访了天主教台北总教区 荣修总主教迪刚 让我们一起看看他的分享 可想而知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 和国内国际的大环境下 江恒毅书记的确是巧妙地排除万难 执行了教宗 给他的指示 在中国大地上执行夫之大通誉 也为中国建立了圣统治 为今天的中国教会 建立了很好的基础 除了这些之外 想请问主教 江恒毅书记还做了哪些 在之前没有过的天主教会的大事呢 我要补充一点 就是刚书记本人呢 并没有在他任 驻华代表的时候建立了圣统治 圣统治晚了一点 晚了一点 1946年 但是都跟江恒毅书教 个人的努力 他的远见 他的果断的精神 他的全心全意 为教会 为天主服务的精神 影响这些大事件的发生 而且不只是这件事情 我可以给您提起来 为了提高神职人员的学识 修养的品质 管理教会的能力 刚书记支持了当时的 一位了不起的教友 他看到当时中国教会的那种情况 他写了一篇 罪言 就是有罪的话 劝学罪言 怎么呢 他发起要成立一个大学 要天主要在神部 都要有大学资格 他当时还没有称大学 他称为夫人社 好像institute这样 但是呢 如果没有江恒毅书记主教的话 江总主教的话 绝对不可能产生夫人大学 以后的夫人大学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不能够忘记江恒毅书记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周深中国神部 做主教 是有一位比利士的传教士 我们在大陆中国教会 称他是 现代中国的师徒 apostle of modern child 为什么呢 他不怕任何的压力 折磨 他提倡 我们应该让中国教会 有中国主教 这个是为所有的外国传教士 也许我说得过于了 有一些地方的传教士 认为太早 还太早 不到时间 中国甚至不成熟的 他就不管 还是努力奋斗 有了江恒义书记 他才真正 我们中国语书话说 如虎添移 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他甚至于 被他的修会 驱逐出去 那么 他就 还是一样的努力 江书记看到 这位神父 是一位很服从教会 爱中国教会的神父 所以就支持他 他就 因为他很认识中国教会 有北部的北京 天津教会 南部的宁波教会等等 因为他是属于 这个神兵神典法的 是一个congregation 他都了解 而且他写书给主教们 那些法国主教 他也上书给教宗 传信部 但是呢 没有刚恒一种主教的话 这件事情 还是不能够在1926年 已经能够成功第一批中国主教参胜 所以你们看 1922他到中国 1924开上海公益会 1926第一批中国主教参胜 那另外呢 还有我们刚才提出 富人社变成富人大学 这个也比较晚一点 但是一定是他的功劳 还有一位就是 为中国教会 有关键性的意义的 于宾主教 如果没有刚书记的话 于宾书记也是在中国没有用物之地的 所以 为中国教会 在现代 现代化的基础 刚恒一书记 点定了这个基础 为提高圣职人员的学识 德行 富人社 富人大学 为提拔中国圣 神父做出教 他让这个 雷雲远 神父的努力 有成效 第三呢 让年轻的 于宾主教呢 成为南京首都的主教 他在中国各方面 可以说 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智慧呢 可以说跟刚恒一书记 点定了我们现代 中国教会的发展的基础 所以都跟刚恒一书记有关系的 这是一位天主 特别派遣到中国的职场 因为刚书记这个人呢 我希望我们电台呢 将来有计划的 有一系列的介绍刚恒一书记 它是一个实在值得我们 祇列感激 也亲重的 亲配的一位圣职人员 我心目中 在我心目中 他是一位天主特别宠爱的圣人 他也建立了一个修会 就是主徒会 这是他建立 就是为了基督的福音 要圣化中国福音 才能够让中国 中华民族 可以说容易地 接触到主耶稣基督 成为基督徒 同样地 他支持了这个 雷明院神父 他被他的修会赶出去以后呢 他创办了耀汉兄弟会 德莱妹妹会 这个雷明院 女子服务团 还有一个为欧洲的神父们 所创办的一个 希望有志的 到中国传教的那些神父 不加入修会 而加入他这个团体呢 让他们 志愿地到中国 在一个中国主教领导下工作 这样子 中国主教既能够得到 外国传教士 他们因为语言的关系 中文 外文的关系 跟罗马 有直接的联系 同时呢 在经济方面呢 在管理教区这方面呢 他们都能够对中国主教们 有很好的 很需要的帮助 所以 这些事情 如果没有 刚熟基地 这个知识的话 不可能实现 所以 这是实在 我们中华 现代中国的一个 了不得的恩人 我们甚至于 可以称他为 这不是我这样讲的 是在他送书籍的那个时候 那个教宗派的一位蒙西 给他送这个伟人状的时候呢 说的 他真正是中国教会的 聖族 中国教会的聖族 我当时在场 听到这个话 很感动 也觉得 说的真正是对 谢谢狄刚主教 这么详尽的介绍 狄刚总主教 你刚才提到 刚横印书籍 在升任书籍的时候 您也在罗马 您和刚书籍 有没有接触过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您所认识的 刚横印书籍 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922年 到中国的时候 我还没有生 那 我1950年 在罗马读书 1954年 神学毕业 这个四年的功夫 很多机会 跟刚总主教 接触 他是在1953年 神书籍的 那我们 参加他这个 晋升书籍的典礼 在传心部那里 以后我们又在 我们传心工学 给他庆祝 神博多工学 都给他庆祝 他当时呢 给我们中国人 中国学生讲 他说 我是天主 特别派遣 要我为中国服务体 所以呢 凡是关于中国的事 我都有责任 你们中国学生 在罗马 为我组织任何的庆祝 珠宝山里啦 生日啦 这了那啦 我都很高兴地接受 因为我知道 你们是诚心诚意地 做的 其他的 我都不接受 我不要 当然这个说话 有点夸张的 可是他实在是一个 不喜欢人家工卫的人 很谦虚的人 他说 我告诉你们 他拿着他的书记 主角的帽子 他说 这个东西有什么价值 我戴在头上 增加什么 为我没有什么意义 只有这个代表 那个工作职务 让我能够更好地维教 所以他升书记以后呢 还是一样的 穿着一个破旧的这个 长衫 神不穿的 没有红条的 书记主要的金红色 一个破皮包 还是在罗马街上走来走去 并不因为他升了书记 他就改变他的生活方式 很像我们的这个现代 现在的这个教宗 法兹斯科 他就是这样子 那么刚书记呢 大家都公认 他是一个真正神品 真正一心一为教会服务的 他不只是 在罗马耶稣会的俄罗大学 获得了哲学神学博士 不是那个学位 而是他对哲学神学的这个用功 他的广播的知识 深入到全主教教会的 这个教理精神 他还是一个艺术家 他爸爸已经是一个艺术家 他跟他弟弟 后来也生总主教 两个人都是 艺术方面很有造诣 他不但会画 他会雕塑 他的作品今天我们看到 还觉得很不错 这也是天主给他的一个天分 让他会欣赏中国文化 中国绘画 所以他在富人大学里边 成立了中华美术系 培养了一批这个画家 而且他们后来都成为教友 原来都是外交人 所以他不只是一个圣旨人员 所以他不只是一个圣旨人员 他是一个学文原本的学者 而且他也是个艺术家 因此他才能够欣赏 中国文化是非常重视这个 是读书人的学者 艺术家 而且他欣赏中国文化 道路甚至于可以说是 我们不好的地方 他也认为是还是很好的 这样一个地步 是 谢谢迪刚总主教 在节目的尾声 让我们一起为福传事业 向福传之母 圣母玛丽亚祈求 求圣母教导我们 热爱天主 热爱教会 热爱福传 做低造和平的工具 阿猛 重温本节内容 请到本台网站 soinlightv.org slashchinese 多谢各位的收看 只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